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要煮缅甸腐乳蒸鸡的材料呢 有鸡肉一只1公斤或1公斤半 腐乳150克 红尖椒50克 那如果怕辣的话呢 份量可以减一半 姜末50克 蒜末50克 生抽1大茶匙 老抽1大茶匙 糖1大茶匙 料酒1大茶匙 麻油1大茶匙 胡椒粉少许 那方法呢 很简单 仔细跟着我的步骤 绝对不失败 我们就把所有的材料通通的放进气压锅的锅里面 放完所有的材料过后呢 然后呢搅拌均匀 过后呢,让它腌制约30分钟 腌制30分钟过后呢,就把锅放进气压锅 记得锁上修哦,然后盖上气压锅的盖 然后呢,就开电,选全自动pressure cook 选按steam,时间呢,就15分钟 然后呢,就直接按start 就开始蒸煮了 倒倒地地的缅甸佳肴 缅甸俘虏蒸鸡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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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